升到极乐世界 大家晓得 第一个你得到的无量寿 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 永远不会退转 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的人 他的智慧神通道立 得阿弥陀佛本愿微神加持 智慧得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谁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的 这部经欲读欲有味道 什么问题都解答了 阿弥陀佛大智大德大能 可以说他老人家的分身没中断过 分身干什么 到十方诸佛沙土里面 据接引念佛功夫成熟的人 到极乐世界 每个到达西方的人 几乎有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 也能够现无量无边的分身 分身干什么 到十方世界去拜佛 拜佛是修佛 同时听经文法是修会 到诸佛如来作下 你就福慧双修 要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 那是什么 真信 真愿 老是念佛 你就得到了 纵然在这个世间造了很多坏事 不怕 第十八院说得很好 纵然造了五逆十恶 只要真正忏悔 信愿吃鸣 都能往生 阿弥陀佛 慈悲到极处 真正忏悔 后不再造 断恶修善 各个都能往生 佛来接引 一个也不漏 这么书上的法门 再没有第二个了